山城会客室 一定要注意所使用的这些文字 有没有触法的疑虑 否则这个商品还没卖出去 可能就会被一些主管机关处理罚缓 是得不偿失的 那今天在我们山城会客室 我们就邀请到了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 食品卫生科的科长林淑慧 来跟大家宣导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我们欢迎科长 你好 好 科长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这些卖家 他们在贩卖这些食品的时候 关于这些食品广告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在网路上非常的发达 然后你要在网路上贩卖 任何东西都蛮容易 然后其实keykey 然后都不用什么 而且平台也越来越多 对 就很容易都有很容易的上架 那有的卖家会为了 要增加自己的销售量 所以他就会可能会跟你讲说 我这个可以预防便秘 然后可以让你改变你的过敏体质 治疗失眠或降血压 这些有一些医疗效能的 那这些都是 你早有设计医疗效能 那就是不行这样 都不能用 都不能 那甚至你又说 像我们国人 就是什么肝炎 我比较多 那你可能就会 就是他可能会说说 这可以减你的肝毒 或者是说血脂比较高 就是说会降血脂 那这些其实都是不行的 以上科长刚刚提到这些 都是涉及到医疗效能的形容 对不对 都不能使用这些文字 文字很重要 照片也很重要 关于这个照片的部分 其实这几年来也发生过 非常多可能违规的一些个案 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就是 很多人在网路上的时候 其实因为浏览量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可能 他不会仔细去看字句 所以很多卖家 他就会以图片来展示说 他的效果如何 那其实在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 比较长的就是 他会减重的部分 他为了宣称减重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他这个东西吃了会减重 那他减多少公斤 他不会讲了 对 因为他知道这是触法的 那他现在就会改变 就是用一张图片 用一个非常身材非常好的 可能少女 或者是帅哥 是好体格很好的 对 然后就po上去 然后跟他的产品放在一起 那基本上如果说有卖家 是这样的行为 那也是违反我们的相关规定 这个部分也是触法 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不像以前 我们可能是放两张照片做比较 什么减重前减重后 现在是大家美图也非常厉害 这P图也很厉害了 所以就会用刚刚科长讲的这样子 用照片的方式去标榜疗效 也是触法的 也是不行的 是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 如果说违反这些罚则的话 是多少呢 让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是你有 就是有医疗效能的选称 或者是会让人家 你的广告词句比较夸张 然后让民众容易比较误解的话 那我们其实我们最低 第一次我们就是会罚4万 这个其实 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它可能利润根本赚不了那么多 但是它一触反而就是真的得不偿失了 是啊 是啊 是是是 好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食品广告 大家真的要去注意的事项 那回归到原本 那卖家能不能卖这些东西 还有现在这个大家出国旅游的风险越来越盛行吗 很多人都会代购 我们都知道现在代购真的是越来越流行 然后加上平台这么的多 Facebook 然后各种的这个什么 XP这种平台 对对对 那在这样子的这个平台上 去代购 比如说我们一些 从日本买回来的一些食品 比如说胶囊定状食品 这些上网拍卖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来提醒大家的 是的 因为我们在胶囊定状方面呢 就是以它都是原文的话 其实你带进来我们并没有办法去 就是消费者并没有办法去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产品 都是卖家在说 是 那所以啊 在这方面我们就是FDA 也是有跟大家有做把关 就是你如果是要输入 卖这些胶囊定状产品的话呢 就可能要到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 去做一个查验登记的申请 那申请通过有查验登记字号以后呢 那你就可以才可以在那个网路上 或者在你的通路上贩卖 可是想遇到过的一些个案 这些卖家其实都不知道可以申请 是啊 其实像今年以来 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 可能是从日本 就去做过旅游 那它可能就是多带了几瓶 对 那也不是很多 可是因为它自己就吃一瓶 觉得效果不错 然后它就想说 那就放到网路上去贩卖 就亲身推荐 包括它 如果它使用自己个人的Facebook 然后只是亲友看到 但是它在这个文章 它在这个po文里面 也形容到了效能 这部分也触法吗 是的 哇 所以这其实 法则刚刚科长有提醒大家 然后还有一些po文的妹妹嘎嘎 大家真的都要注意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说你自己在这个Facebook上面分享 好像说我又不是说公开贩售 感觉就是不会去碰触到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 对 但其实还是属于触法的一环 是 对 像很多就是可能高中生 然后妈妈回来 带回来 那她就觉得也没有用 那她就顺手就po上去了 对 那她就来说 我不知道 我才高中 对 那其实在法律上 因为只要高中 你就是有对这个都要有认知 那其实不会因为这样 就会减轻你的心责 所以真的有碰到这样的个案吗 还蛮多的 是 是不是 在我们苗栗县内也是有发生 对 对啊 因为 大家现在去日本的这个次数也变多 然后日本买回来 在伴手礼的部分 大家都很喜欢买这些 对不对 对 那刚刚举例到的这个 胶囊定状食品的定义 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吗 大概是哪一些类别 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它就是只要不是药品 然后它是胶囊或钉状 一颗一颗的 看不到食物原型的 就是像药品的东西 对 的话 那就是要做产验登记 比如说一些维他命那些吗 还是 对 维他命啊 然后可能有美白钉啊 可能是在国外不是这样美白 可是它就是吃这个的啊 然后或者是说什么鱼甘油啊 然后甚至有一些 现在很多的那种食品级的那种 保护关节的相关的食品 对对 那个很有名 外买回来给老人家吃啊 对对对对 可是它不是药品 可是它就是食品 对 它是食品 对 那些都算 会不会是因为 在日本他们可能认定这个 他们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可是来到台湾 我们的规 两个国家规则就不太一样 规定就不一样 对 就像日本的话 它规定是 就是食品跟药品 是真的是跟我们的等 就是整个分的层次 是不一样的 那在台湾呢 我们就是也为了因应 就是这样常常会有 这种状况发生 那我们如果有发生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 其实我们还要做进一步 去查看它的成分 它成分是不是有达到药品了 那你如果是 有它的成分有达到 达到药品的等级的话 那你可能就更糟糕了 就更出败 对 卖尾药裂药 对 可能是属于药室法那边的规则 对对那边法则更重了 那边规则更重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因为大家现在到日本 到韩国都很喜欢去逛药装点 所以大家在购买 这些伴手里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 然后在自己使用 这个个人的社群平台的时候 也要小心po文 好那 最后课长要不要再来提醒一下 大家 我们再把刚刚讲说 申请这个查验登记的一个流程 还有整个规定 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有关于我们交囊电状食品的话 那你如果是从国外输入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到食品药物管理署 去做一个查验登记的申请 那你如果说没有申请 然后就直接在 直接贩卖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 第一次我们就会财罚三万元 那刚才 刚刚最早 比较早先讲的就是你有 就是有夸大布什 有医疗效能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我们财罚的话 是以四万元 那你如果同时就是 你没有做查验登记 那你又有夸大效能的话 那我们就是三加四 那你就卖那一瓶食品 就可能就要被我们罚七万元 整个是加重处罚累计上去的 对 是 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处罚 那刚刚科长提到这个 食品药物管理署 是直接在网路上进官网 就可以了吗 是 就是只要在网路上网址打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署 然后进去了以后 你就针对你要的 比如说你要想医疗效能 那就只要在搜寻那边 打医疗效能 那他就会把他相关的规定 把你弄 就是他就会可以看得到 然后另外其实我们也不是 一直会罚人家 就是因为文字其实 引用的就是非常地 非常博大精神 对 那所以我们上面有提供一些说 可以的词句 你可以卖的词句 可以参考的 对 你可以参考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卖的话 你就是要先去看一下 哪些字眼是可以用 哪些字眼是不可以用 然后你如果真的觉得 也看不懂 没关系 你可以打电话到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 食品科 那请我们帮你看过 那你再上架 也没有关系 好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谢谢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 食品卫生科的科长林淑慧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科长 谢谢 山城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